新蓝牙漏洞曝光 威胁全球数十亿WiFi设备 IT之家 12月17日消息 达姆施塔特大学 布雷西亚 皮尼克安全移动网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近日发表了一篇论文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其他现代移动设备的芯片系统 包含独立的蓝牙 WiFi和LTE组件 每个组件都有自己专门的安全措施 然而 这些组件往往共享许多相同的资源 如设备的天线或无线频谱 如果攻击者能够利用这些漏洞 他们可以实现代码执行 内存读出和拒绝服务 为了利用这些漏洞 研究人员首先需要在蓝牙或未发芯片上 进行代码执行 完成后 他们就能通过使用共享内存资源 对设备的其他芯片进行横向攻击 在他们的测试中 研究人员调查了博通 Siliconex和Sepath的芯片 这些芯片存在于数十亿的设备中 在他们向这些芯片供应商 报告了这些缺陷后 一些供应商已经发布了安全更新 来解决这些问题 IT之家了解到 为了防止成为利用这些缺陷的 任何攻击的受害者 用户应该删除不必要的蓝牙设备配对 从他们的设备设置中 删除未使用的WiFi网络 并使用移动数据而不是公共WiF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